回到蓝萱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人物单元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青春作伴 在青春作伴节目的当中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是来一句挪威的创作歌手 他有极光少女之称 他当年是少女 1996年生 在16岁的那一年 就自己作词作曲 然后突然之间 像是真的像极光乍兴一样 突然间红遍了整个的欧洲 从北欧红到了整个的欧洲 再来就红到了全世界 转眼期间的话 现在已经二十几岁 快三十岁了 但是当然大家还时时奇怪 习惯称他为极光少女 Rola他的名字就是极光 这个是他最新的 专辑当中好听的歌曲 叫做The Conflict of Mind 就心里面的冲突跟挣扎 这首歌听起来轻轻柔柔的 很好听 但是反映出来的 代表的是不管不同的年龄层 这个心里头经常都会有一些 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潜台词 自己人生当中碰到的一些 挣扎苦闷 或是寻找一个出路 这个话题其实跟我们今天 这个歌曲和歌词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很有相关 今天的话 青春作伴 邀请到现场的是 出书几年之后 几乎已经著作等生了 几乎每一年对不对 这一次隔了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还不到一年 而且每次只要一出书 都冲上排行榜 她是高艾伦 艾伦姐 你好 谢谢兰轩 很开心 各位可以看看 我的头发像不像一只贵宾犬 这是兰轩对我的形容 对对对 因为后来艾伦姐 因为我们几次要她上节目 都非常愉快 而且我觉得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熟灵的年龄的一些 生命故事啦 自我的想法啦 自己的坦白啦 怎么样再继续向前走啦 我觉得大家的回应都非常的好 所以艾伦姐呢 就找我帮她写这个序 那怎么写序呢 我就想说这艾伦姐给我的印象 这个以前是新闻界的大前辈啦 就我们还在采访新闻 还在当小主管的时候 她就已经当总编辑了 那我觉得在媒体学校 当上总编辑的人 都那种感觉上都是那种 血弟子铁娘子之类的 那种等级的 但后来发现呢 认识了写书的艾伦姐 哇超温暖的 尤其这头头发 我就形容说 像一只白贵兵一样 超级可爱 好所以你这本书是第几本 第六本 第六本 对对对 那那但是第一本是写的很早之前 后来就没有时间再写了 这这 后面五本的话 建设的比较是 没有后面这五本是在六年多写 写了五本 对所以 对平均一年一本 还真的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这个对于 其实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 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心里压力居多了 对你来说写东西不成问题 对不对 以前我在编辑部的话 碰到重大新闻 一天 那时候还手写 一天写五千字是常有的事情 对不对 写的手上都是肌腱炎 后来去打肋骨唇 我也是 我还掌握过一个什么剑鲲囊种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剑鲲囊种 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 那时候写字 这个中子的地方都是简 写成这样的 一天五千字三千字是很平常的 但是自己写东西之后 我想还是又有差别了 写新闻 新闻那是写别人的事 我们常常说吃自己饭 管人家的闲事 然后你也要顾虑到读者 可能他们对哪样的事件 是比较有专注力的 那还有我们对于当事人 对于新闻的事件 我们要去判读 对 当然我们隐居新闻是小事 像你们才是财经 对我来讲就是偶像级的这个里程碑 我达不到了 那写作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到 你为什么要去写它 对我来讲 从我开始写作 我就是想坦白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我一生都是一帆风顺 或者我一直都是鞭配流离 觉得它非常极端 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那我有好 我大起大落过 事件很少 但是事件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我现在很好 我就一直觉得 我常常讲一句简单的话 就是我做得到 你也一定做得到 我不是蓄意要去所谓的励志鼓励 所以我只觉得我呈现出来 你们看一看对你的生活 或者对你在很多思维上 有没有一些改善的辅助方式 所以对我来讲写作 在我心情上来讲是某一种任务 这是我对我自己 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大 而是因为我对文字是比较擅长的 那总得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吧 就这样子就这个意思 对对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刚才爱文贾讲了一个重点 我觉得当记者的人 或者文字工作者 有些记者 都比较写别人的故事 所以当你要回顾出来 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转 像我自己也会一样 我到现在为止到 写自己或者写生活 你要写多少 你想让别人进到你的世界里面 多跨几步 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挣扎跟重大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对爱文姐来说 我在序里面也讲 就是你跟那么的坦率的分享 尤其你分享的部分事实上 对人生的议题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而撕裂的议题 真的你就说 你说发生的不算多 也幸好不要多吧 你说失业失婚 然后忧郁症 各发生一次就已经 人生就已经 我看已经 已经这个伤痕累累了 而且呢 不死也半条命了 真的 那你能够走过来 我觉得很不简单 我就说 爱文姐是用文字在疗伤的同时 也希望跟大家做分享 我觉得这很不简单 因为你要先坦漏自己的伤痕 所以我说人没有秘密 是很快乐的 我上一次 上一次也是上通告的时候 这样子聊天 那我的责任编辑 就进分就说 高姐老师 我们下本书就写秘密好不好 我就秘密这两个字 我无从发挥 我觉得没有秘密是好的 那能够坦白自己 也是好的 说了是不是轻松了 对 我没有烦恼 但过去呢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写书之前 比方说曾经重度忧郁症 曾经是离了婚了 而且在婚姻当中是由小三介入的 像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就算别人不知道 或者你就算不说 它其实在你心里面 隐隐然的是一个压力 会不会 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那是由你写出来的 我说那写出来就钱 也有可能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我就说我是治疗 写字的字 对不对 疗愈的疗号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书 我在帮人家写专栏 那个反应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我想我醒过来之后 我对我的人生的看法是很简单 而且很直接 很清楚 我前几天还在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想想看 我那时候刚离开新闻界的时候 每天那个敲上电视通告 名嘴通告 不知道有多少 你知道 我就能够一个都不要 那个时候上一次通告 听说通告费很高 游戏里聊的八卦 都是那种偶像明星级的 大坑了开玩笑 那真的是 我真的从来不上 后来我就说 如果我当初就去 在这些节目里面 不断去讲这些事情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会在哪里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刚开始有一个出版社 跟我签了约 叫我写的书呢 也是明星书 可是那个我后来就耽误了 因为我不想写明星书 我就耽误了 大概耽误了两年 最后才开始 才开始写书 我就心想 如果我在出版的起步 它跟新闻无关了吗 我说我在出版的起步 我就是写明星书的话 那我现在又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生命当中的很多选择 你要去清楚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失去什么 那我觉得我 大概从 刚刚有一点 我没有失业 我没有失业 我是提前退休 李宇齐应该这样讲 我提前退休 人家是说 就像我朋友说 你们做新闻工作 得到的这么多 你怎么这么勇敢敢离开 我说每个人都看到 我们得到的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失去了 就是我的选择 对我来讲 它不是眼前当下 对我来讲 它是跟我的一生 都会有关系的 我都不知道 我会这么清楚 越讲越清楚 我觉得文字 或者说分享 有这个好处 就是越讲越清楚 其实心里 依然就有一个方向 但透过说 我觉得脑袋 会越来越清晰 但我觉得 艾伦姐有点很棒 就是说记者 如果你永远是 去贩卖别人的秘密 当然如果 世关国家大事 是一件事情 那否则的话 是别人的秘密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感觉 而不同 因为你们讲的是 很多事情 跟国家前途 跟社会风气 什么东东有关系 我们这个 没有 就是说在我的路线当中 任何事件 它都不会动摇国本 那个干什么 要去把它弄得 那么严重 我们可以选择 一些对社会 有比较好的正面启示的东西 哪怕它是个负面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面 找到正向的东西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那么多大牌明星 愿意跟你维持那么好的友谊关系 也跟这个有关 就他们知道 爱人姐的那一条奋迹 是非常清楚的 不该说的 能够说的 事实上对你来说 只要你听了进去之后 你会有非常清楚的判断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 跟你交朋友 觉得胆战心惊 我们继续再回来继续聊 但重点是在于说 这本书 我看了那么多爱人姐 一路写下来的书 先前很多书就是很温暖 很励志 但这本书我觉得有点 真的是踏进深水区 他也未必不励志 但是他是有点要棒喝 一些女人们 就是说 不管是你面临到的是 婚姻被介入 或者你的婚姻并不愉快 然后甚至你可能离婚了 你可能现在正在 熟灵单身中 你可能对于未来感到 非常的彷徨 你觉得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等等等 其实爱人姐有很不一样的 过来人的看法跟经验 非常犀利 但是也非常温暖 我们就续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经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这个青春作伴的人物 是高艾伦来聊天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作家了 那过去的话呢 是一个新闻圈的我们的前辈 是总编辑 就是你坏了很多工作 但是你抬头都是总编辑 然后好那呃 现在以一个作家的身份 而且是一个分享自我人生故事的一个作家 那这本书的话呢叫做 谁都希望从一而终 但是呢也得饶过自己 那OK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一而终 并不是一个希望想要 他就能够达到的事情 我相信对爱人姐来说 你一定也可能没有想过 你的人生会突然之间在某个时间点上 呃家家庭或是你的你的爱情 你的婚姻是一个碎裂的局面嘛 那呃所以呃这本书里面你你谈了不少 大概有一半左右的 另外一半也也很好看啊 就是讲到手里面对的很多的一些呃 呃女朋友很重要啦 呃然后呢呃这个怎么样子的生活很重要啦 但是还有父母亲财产分配的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最近我这很关注这个 这个真的吗 好但另外有个很清楚的主题 就在于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较少人愿意去谈起的就是你的婚姻 那婚姻呃从你在婚姻中 然后有小三到你离了婚 离了婚的一个局面 到了你再婚再碰上了你的soulmate 然后呢比之间怎么样子重新谈恋爱 哦这个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要来聊一聊 呃我们现在怎么聊呢 呃你要倒序法聊还是要 也没有我觉得这样啊 我我我第一段婚姻维持了17年 嗯我不能够用呃一个结论说是因为小三 所以这个婚姻结束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而且事实上呃 我自己整个心情我觉得婚姻它会出问题 有呃它一定是很也同时在发生很多跟你想象距离很远的东西 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沟通 嗯嗯嗯 可是我我写这个故事是我我这个书名啊 听起来是谁都希望从一而终 其实我不完全是谈婚姻嗯 嗯也不完全是谈爱情我是说我们对所有事情不要过度执着嗯 当我们发现风向不对的时候啊这个海向不好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艘船应该到哪里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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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本書我覺得男人也可以看 因為男人也可能有受過相同的傷害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用這個觀念去告訴任何一個在婚姻當中受傷的人 那其中我認為受傷最大的就是情感上面的 出現其他的人 那所以我是針對這一點來討論 換句話講我對那不信的人 提醒他們你們換一個角度去看 也許你們的傷口會復原的早一點 其中就包括你剛剛提到的背叛 我覺得我們不用這個觀念去看一個失敗婚姻 或者不忠實的婚姻 因為那他就是不愛你了 在我的看法裡 一個人愛你或不愛你 其實他身不由己 包括我們愛一個人或不愛一個人 我真的都覺得是身不由己 否則的話很多情感關係裡面 大家都看得出這個人你還不把他丟掉啊 別人看得出你看不出而且你不可自拔 或者別人說這個人這麼優質 你還不趕快把握機會 你也沒有辦法勉強自己 所以我覺得感情它之所以讓人著迷就是 你知道你是無法控制他 然後你又一直想得到他 那我們如果已經受傷的話 我們從這裡面怎麼得到解脫 因為這到最後會是一個最關鍵 最讓人走不出來的原因 所以我整個在想的就是說 幫大家解套 如果你已經是不舒服的 你必須要去換一個觀念來拯救你自己 那你這個觀念是怎麼樣子 因為這是你一個自身的經驗 所以你當時是不是有一度也是曾經無法自拔 因為我覺得剛剛艾倫姐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在於說 他所謂的身不由己 意思是你可以想辦法讓他由己 有己就不完美了 有己就痛苦了 不是你痛苦就是對方痛苦 他已經不自然了 可能一開始自然的走到一塊兒 後來就很自然的 也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樣的原因 慢慢就不愛了 那不愛了你非得要他繼續在一起 那就痛苦了 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當中你是怎麼樣發現的 或者說在17年的婚姻即將要 瀕臨瓦解的時候 你會是怎麼樣子的決定放手 我想這個過程我想 應該有過更深刻的經歷 大家聽就是會從中間得到更多的力量 因為在這篇文章裡面呢 艾倫姐講的是我對小三有三步 哪三步呢 不理會不接觸不怪罪 我覺得這點很難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回到連身時間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作家高艾倫來聊天 聊這一本呢 他的書叫做 誰都希望從一而終 但是也得遙過自己 怎麼樣遙過自己呢 就是放下 我覺得要放下 對 要說放下很簡單 要真放下很難 你怎麼放下 所有事情來自一個觀念 我以前的一個小同事 他年紀比我小 但我一直叫他是我的心靈導師 就是以前民生報的總編輯陳念詞 我難過的時候 我就 後來他就說 最近 最近我這個書 他又寫過說 不錯進步了 因為我以前為什麼呢 我很愛問為什麼 我凡事都是覺得他是有個來龍去脈 所以我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說 為什麼 一天到我問為什麼 他說 你不要再問為什麼 沒有什麼好 為什麼 他就是要發聲 我覺得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我就被啟發了 他就是要發聲 而且他已經發聲了 那你自己去想 想你怎麼解決自己 而不是解決對方 如果你確定這個關係是無法再附和 或者再協調的話 那你就要想你怎麼會去 怎麼面對自己的未來 我覺得他講了 不要問為什麼了 沒有什麼好為什麼 我有時候想我要寫一個劇本 那個場景就是突然有一方說了個什麼 然後那個很冷靜的看著他說 哦 那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我就覺得蠻迷人的 你知道 其實那種勇敢 你可以自己去嚎啕大哭 但是 有些事你必須放棄 你放棄 你才有重生的機會 對 那我還有一個我覺得 在早期的觀念裡面 可能會覺得 對方還會拯救你說 不要離婚 因為對女人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不良紀錄 將來在社會上生存有困難 我說哦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就要自己面對 嗯 我不怕 呃 然後 我覺得我要跟女性朋友講的一個 我們呃 就算如果我們有了所謂的離婚紀錄的話 呃 並不是說我們讀懂了一本這個福士德 我們就變成了魔鬼 不是這樣 哦 任何事情裡面 它都有不同的角色 那這種角色呢 沒有人 沒有誰是絕對的不好 不對 也沒有人是絕對的善良 絕對的好 你們中間就是磁場不一樣 你們中間發生了情感基因的問題 那可能那個基因是早就存在的 嗯 慢慢它才會出現 嗯 所以我就說 就應該你說還是有兩個人之間 本身的問題 出了問題之後才會 開始有第三者的空間 呃這個我的看法是這樣 嗯 可是呃 比較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你不管說有什麼問題 當嗯 他們必須要尋求外面的甜蜜 或者是呃 符合他情感標準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結束婚姻的 嗯 在外面有人的人 他他基本上他不會主動 嗯 結束婚姻 嗯 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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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也就是 也就是這個點 我就會讓很多女人 他即便觉得痛苦了 他决定想要放下了 他你从那个原谅这件事情 跟觉得不公平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难跨的一个坎 对所以 所以我现在要谈 一个失败的婚姻 其实你不要去考虑原谅 也不要去探讨他的 他错的多少 比较实在一点的就是 我用我的例子来跟各位讲 我这个性格如此 我不要一个婚姻 我是近身出户 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是近身出户 就是我从来不会谈到任何 实际物质上面的财务上 我连谈都没有谈 我没有兴趣 我碰到我先生这个先生 我说我跟一个人在一起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爱 对就是而且要感情品质很好 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有可能我们感情品质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说一定要感情品质很好 所以我不在乎 但是我现在要鼓励那个 不能说是女性同胞 应该是受伤的人 就是该割地赔款了就要要求 该要赔偿的时候就要要求 为什么 其实那是医铁膏药 它会让你复原的比较快 它解决你生活上的一些其他问题 你比较容易平衡 就是说你今天我打了你叶耳光 我走了之后 我没事 你还这人难过 没有我多多少少要表示一点补偿的意思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是走过这个之后 我朋友他们在遇到什么时候 我就说既然感情没有了 那就面对现实 我知道你意思 所以当初你其实是近身出户的 你没有要求什么 哎呦我没有谈过 我一辈子没有 但是你现在觉得其实应该要谈 这个所谓的割地赔款当中的赔款 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很具体的物质 事实上是对于你自己往前走的疗伤 或者说重生之路是有帮助的 是这个意思吗 是当然当然当然 真的啊会那么具体 要是我比较倾向于原来的你 我个性是比较是你 我只讲真正的感情 我不会去跟你讲那些无聊 有的每一个纠缠半天 没了还纠缠什么呢 对对对 你居然不好是不是 呃 我觉得也以我来讲 我可以走的过这一关 嗯 当然因为我没有小孩嘛 嗯 是 有小孩的或者是 而且你以后来你还可以自己 有自己的经济支柱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所以我再痛苦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工作 哦 对了 然后就是我我我我离婚是对的 嗯 因为我头脑清楚了 嗯 我是感情受伤 是我头脑清楚了 这个头脑清楚是包括我整个人生的选择 我在每件事情上的选择 我觉得我都很清楚 我都知道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不是因为犯错才付出代价 我们常常因为选择对的事情而付出代价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会从别的地方回来 就是说你待这个错误的婚姻里面 一晃又十年再晃又十年 对对对 意义在哪里 对那然后现在人大家又长命 对不对一晃四五十年 那不能了 以前反正四十岁说不定就再见了 忍一忍就过了 现在不能忍 就是说对于大的旗舰 不能够做复合的话 不要去勉强 这就是放了别人饶了自己 而且其实没有什么好去责备对方 因为你花很多时间责备对方的同时 你永远都是陷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绪 没错没错完全同意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即便不要讲那个男女感情 你即便说跟同事啦跟什么样家人啦 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争吵啦 或者有什么不同意见 我都觉得说有时候事情过了 就都已经过了 人家也不让人家讲话伤害你 讲完他就算了 你还在那边挣扎半天啊 自我折磨了 你不觉得很不划算吗 所以我就说不要从一而终 不是一定要从一而终这件事情是放弃执着 我有时候跟我朋友都写 比如写给朋友的 我们的友情从一而终 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很容易做到了 对尤其是你知道我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他生命当中 大概40岁到35岁到55岁中间的时间啊 我们都会有很多朋友失联 然后再重逢 因为就在那样的十几年当中 每个人都发生不同的故事 没错都不一样了 都变了 等到回来之后 就是他生命当中已经做完选择了 大家通通都重新再重逢 不管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概都很成熟了 你这样讲的是 甚至有些本来在一起的 后来分了 我的意思说包括同性的朋友 友情也是一样啊 他其实也就是因为变化了 我们可能认得30年 然后你不是30年前的那个人吗 对对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吗 然后所以在情感关系当中 我们如果说用一个简单的来看婚姻的话 永远不要跟那个在外面有事的人说 我给你30年他给你三个月 情感跟时间没有关系 没错同意 没有关系 是这样子 对对对 他被惦记了就惦记了 没关系 所以在艾伦姐的这篇文章 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 不是什么原样不原样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这样对小三是不是太纵容了 有一段话 这艾伦姐这样写的 我没有偏谈小三 我只是不喜欢天下女性 都这么心甘情愿的为男性 尖挑五百斤 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都是这样真的是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都不去骂男人 都替他出来开记者会 站在他旁边 然后都去骂那个小三 所以好下一句话 女性自己打裙架 根本就是肉肉相欺 最傻最没意义 最不可能改变男性 给我们的考验 肉肉相欺 然后闯婚的男人袖手旁观 我一直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 他心里一定想说 不打不打架最好 甚至你们和平相处 我其人之处更好 是不是 很难很难理解 我在心想我下辈子做男人 我一定是个很棒的男人 我又会讲好听话 我一定可以让女人很开心 那你可以让一个女人很开心 还让很多女人很开心 我不会让很多女人很开心 我会可以让很多女人都开心 但是不同的开心 因为我是那个 其实我性格里面 天生是非常非常忠诚的 我君人子弟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 我爸爸从来没有叫我们 哎呀你要参加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没有嫁过 可是我们天生就是忠诚 是真的 那忠诚那个东西存在 但是我觉得忠诚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面 我们必须调整自己 嗯嗯嗯 而且重点是忠于自己了 对不对 到最终当你碰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 你要忠于自己的人生啊 要不然人生好不容易来一趟 所以每一个事情的解读在不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解读意义 因此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道理是一个通则适合在每个人身上 就像我们说忠于自己 我们不要勉强自己 不要在这个痛苦的呃 氛围里面跟一个人生活 那对方也可以说 我是忠于自己 是 我爱上别人了 是 其实爱这件事情真好 爱上别人这件事情 是千百理由 我 我不会难过 你看我这个女人 我在 三十年前我都可以说 你不要回答我 嗯嗯 你很早以前就不爱我了 你不要回答我 你问你自己 嗯 我们分开 我难过一段时间就好 嗯 但是不要把我挂在这 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把对方挂在那 我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这次要求离婚的时候 你这样跟他说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 如果这个男人他这样子搞了 然后他还不放你 那不是很更更过分 没有很多婚姻是这样的 嗯 很多婚姻是这样 所以所以我还要 你要原谅对方的一个 嗯 我基本上不用这个字眼 就是你不要去计较的一个原因 你不要想是他跟你的关系 嗯 你去想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关系 你会去想一个人性的问题 嗯 你就不会把你自己跟他锁着 嗯 嗯 难分难解 你知道吗 因为 嗯 他就是就是会这样子发生 然后多数人是这样的 嗯 不是你碰到的人才是这样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嗯 把自己抽离出来一点 像是开一场戏一样 对对对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又爱上另外一个女人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嗯 好那但是呢 呃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不要打一场必败的仗 嗯 就当你知道这场仗你可能失败了 你可能真的是宁愿尽快抽身 整理战场 那去寻找下一个属于你的战役 好的 下一个有吗 在熟灵的状况底下 嗯 这艾伦姐的这本书里面讲的也很白 他也真有啊 然后的话 怎么样发生的很有趣 我觉得过程当中超级有趣的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好回到联讯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作家高艾伦来聊天 聊这一本啊他的新书 谁都希望从一而终 但也但是也得聊过自己啊 好那放下来了 呃事实上事情就那么顺遂吗 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 那尤其我觉得啦 中年的时候离婚 其实很多人 其实在在国外就是在台湾也是一样 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 中年选择离婚的觉得 我终于理解了我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决定要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这样比例蛮高的 但是问题是 能够再碰上真爱的 或是一个人过得好吗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点点疑问的啊 所以呢 对你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 你终于有提到过 在过程当中 还没有找到现在的吴大哥之前 呃中间也有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过彷徨寂寞 你终于一两篇文章 不断谈寂寞 寂寞这件事情 有很寂寞吗 怎么克服寂寞 哇尤其冬天的时候 真的是下班编辑部已经够冷了 那回到家一开一开门 黑的眼泪啪啦啪啦就掉下来了 那就是 会到这样子 那还不是寂寞 那很凄凉 然后就是常常说 我怎么会把自己过成这样 那这当然是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说人到最后你终归要复原 所以希望你复原这个过程呢 不要太长 因为太长就浪费生命了 真的 我说疗伤两年极限 其他的时间 你在那个自怨自哀什么 通通都是自己找的了 你不能再说 因为发生那个事 所以我变成我今天这个样子 我想如果我们是个成年人 是个成熟的人 我们不能把我的一生的不好 都归罪在一个事件上 对 那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方法让自己走出 失婚离婚后的那一段时间 可能会比较彷徨 比较觉得不习惯 对不对 比较对于未来觉得充满了一些疑问 像我朋友圣诞夜就要去 晚上我十点钟就回家了 因为人家双双对对我一个人去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就回家了 可是就像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不停的想 我的一生要这样过 我爸爸疼爱我 我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我没有理由 为了一段感情弄成这个样子 但是 我不能说 一段感情造成我有一个阶段的所有的自认为的悲惨 不是这样 我不能把这个罪过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当初还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可能已经不喜欢我的工作了 我爸爸生病了 我犹豫症了 各式各样的事情 只是那个是一个最大事件 他引爆所有的状况 那我常常会想到我爸爸的时候 我就会有力量 因为我爸非常非常疼爱我 我就先想 我这样的话 他要是 他不会难过 他如果 如果他在 他看到了 我是怎么样的让他难过 因为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说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笑了 哇 我好难想象 我现在看到 想到你的样子就是一个笑脸 就是一个贵宾狗的头 以及一张笑脸 我爸说 好久没有看你笑 我 我那时候就真的 真的觉得太对不起我爸爸 所以我到后来就是 我爸爸会是我一个力量 我常常想 我不要让他担心 然后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我没有理由这样过日子 我没有犯大错 我可能 头脑不清楚 或者说是我 我个性是真的比较急躁 这是事实 那个时候是非常急躁 我也做了商人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怪罪 别人带给我什么 而是我自己要去整理我的生活 那我从开始就是 我是独立复原 怎么说呢 我想到难过的时候 换好衣服 就到人多的地方去走 我不要让我情绪沉溺 这是一个方法 绝对不要沉溺 我想你越想越悲惨了 你觉得全世界最悲惨的事 就都你遇到了 而且大家都对不起你 对对对对 你知道那时候 我好朋友坐在对面安慰我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都会冷笑 我少来了 因为你想你对一个人那么好 都会发生这些事情 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不可能 那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感情很好 所以我信任婚姻 我信任爱情 不是感情啊 我信任爱情 人家都觉得我是个神经病 到现在都是个神经病 真的真的 你看到艾伯姐这本书 七十几岁了的 里面是一直讲爱情啊 爱情啊 然后讲到吴大哥的认识啊 那个样子我觉得 其实很不简单 爱情是最好的养生啊 最近你很勇敢 我觉得我 爱情是最好的养生啊 真的吗 对啊 他让你凡事兴致勃勃 真的 那一样呢 我们可以用改编 阅读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样 爱情一样 就是他他让你很钟爱 你就很舒服 很要学习 很有活力 人一没有活力就糟糕了 真的期待爱情 好那这个爱情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休学再回来 这艾伯姐把它形容成 当然这个爱情降临是非常美 但后来呢 再婚以后呢 他把吴大哥形成成 跟他之间的互动形成 形容成一场打撞球 太妙了 我马上回来 好 我就相信吸引力法则 之前我完全没有 不会想到有任何念头 可是当我情绪恢复了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非常健康了 我会想我旁边还是要有个人 因为我说过 我信任婚姻 我信任爱情 我是这样的人 OK 所以他出现的时候 你开始发挥你的念力 我发挥念力 所以就出现一个人 但是重点是之前还出现了一个 可是那时候我刚复原 那他是个导演 那他会有点 比如说做这一行我们都明白 会有很多意外 哪怕签了合约要开进了 结果又改变了 所以我就会听到他的抱怨 发牢骚 然后就情绪低落 我心想天哪 我刚复原 我绝对不会负担人家的情绪 那我再碰到这个傻瓜 他是完全没有情绪 后来发现 那个也不是优点 那根本就是他的缺陷 对 我在这书里面提到一个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先生 我们判定他们是有 亚斯伯格 亚斯伯格是不是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那后来我有个心理治疗师的朋友 他说我告诉你 基本上所有男人都有亚斯伯格 轻重问题而已 这样子吗 大家看到我这个书之后 有一个好玩的 你可以去到这个网路上面 可以去找到那个 测量表 对 测量表 你去测量一下 我跟你讲 他可以变成一个家庭游戏 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看 我教你们怎么去用那个测量表 对对对 看起来就是说 但是会不会这也是一个 给他开拓的理由呢 没有关系 像木头人一样 没有关系 所有的事情 当你可以把自己心情弄好的时候 你都得试着去做 因为我们没有大事小事 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还有 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 我没有什么伪装 还有一个 就算在再多的激情 那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比如我认得我先生 我就会直接说 你有多少钱 我看看 我姐姐都说 你怎么做出来 有一次我碰到美凤 我说美凤 你们下次要小心啊 这个要把对方摸清楚 不要随随便便 你看我说 我就问我先生说 你有多少钱 她说艾伦姐那是你啊 我们怎么能去问一下 你有多少钱 你看对方我问他有多少钱 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凡夫属子有我们的快乐 寻常百姓有我们的方便 所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出身 跟现状保持一个高度的自信 其实我见过几次吴大哥 我也有个疑问 就是他曾经也是那么浪漫 去敲你的门啊 然后一段时间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睡到你边边啊 我想看你睡觉的样子啊 很甜蜜好不好 这本书没头这样想 但是后来当然我看到他 他公众场合里面 也像是你讲的 就是说比较木讷一点 然后比较没有情绪 所以比较难跟你什么共欢乐 然后呢 什么 那所以显然的 就有一点点落差 就在你的债务 就是 他其实跟第一次婚姻或许也一样 就是婚姻都是这样 就是你婚姻是一个人 你有你的预期在里面 但后来发现 好像不完全一样 对不对 那你又不能退货 所以后来 你就发展出一个 所谓的打撞球的理论 就是说 你觉得你奋力的 在拼命打那个球 就吴大哥是那个球 他就是非常被动的 那边换回来换回去 没什么反应 但我听说你的心情是什么 你怎么样子 重新去接受 跟拥抱你的第二次婚姻 就他是不完美 有一点 我开始很容易接受他 因为我们都是军人子弟 所以我们很多的 生活上的一些观念 都是很接近的 还有一个 大概就是因为他这样 我觉得他很安全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是必须以安全为优先的 你说很安全 对 很安全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他的媚婿就会说 艾伦姐你放心 大哥不会骗人 我说对 他连骗人的能力都没有 哈哈哈哈 不会骗人 这些事情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 像我 你说不只是情感的欺骗 就是各方面的 对 对 他 其实我爸爸军人也是非常单纯的 我想军人很单纯 现在军人我不知道 现在军人都会爆料好可怕 我真的想说所有的军人都那么安全吗 没有 早期的军人 他也是 他也是军人 所以他们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非常单纯 单纯 规律 对 有的时候我都说 无趣 会不会 我就说我们住在军营里 每天准时上床 准时起床 准时吃饭 所有一切都在准时的进行中 不过 转业又17年了 67年了 所以我也 久不久 不会像以前密度这么高 有时候 我真是疯了 我找个爷来伺候 但是我有一点好 我自己说完自己解草 有时候会 就自己找台阶下 但是其实可以更简单 他只要随便一下什么东西 就好 他就是不会 就不会 小不会 小不会 少了个IC版 没办法 那是完全没有 所以有交但将不会 但这个时候你就是接受了 嗯 已经这么久了吗 就是 反正没有 我也把自己当一个笑话 我觉得 我觉得常常解草自己 其实蛮健康的 对 我觉得这点也不简单 我觉得这点也要学习 那不然我怎么办呢 我有时候出去 有一次我跟他上别的节目 后来我朋友看了说 哎 你看他那样笑的那样实在太惨媚了 我说你们永远不知道 我总是担心不知道他会说出一句什么样的话 哈哈哈哈 所以必须 惨媚着他 盯着他 对对对对 所以 没有当我自己还是调整了很多了 嗯 也不容易嘛 反正这个这个人算起来是 他是真的忠厚老师 那有时候我都说哎 你好歹也是大学毕业 哎你好歹也是个成年人啊 脑袋不会用旧的尽量用好不好 用用脑筋好不好 哈哈哈哈 太单纯 太单纯 嗯 嗯 所以我就说我像 太复杂也不好 他 他连我讲话他都没有办法快速接话 对 他也有跟我姐讲过 说我讲什么他都听不懂 您看看 这怎么得了 啊 我们就就那个 像我跟他他做东西吃 我就会说 赞不绝口 那我做东西呢 那人家就默默吃吃完了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 哈哈哈哈 他不会表达 真的哦 我觉得他是不会表达 不过 如果17年还是这样也交不了了 算了 我只有任命 我只有任命 不要做任命 看他的好就好 好的部分还是有了 我想就差这一点 嗯 他是200分的人 嗯 我有跟他讲过 嗯 我说吴定南你200分 你找不到像你这么好的 我但是如果讲到感情的这一部分 我 你对我而言我欠缺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你只有59分 他就是过不了 嗯 别的都好 对对对 就在爱情那一部分可能少了那么一点点火花 社交也不行 没有社交语言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哎呦 不是我假 这是社交礼貌 你不能这样子 他就 反正就是不会表达 嗯 但看起来我觉得还好啦 可能你那个调教了17年之后 应该也还是有问题 然后我也是我工作的关系 我碰到的都是俊男美女 所以呢他高大挺拔 这件事情是在我们之间是产生作用的 哈哈哈 后来我说你看 这优点有什么意思 帅啊 对啊他很帅啊 我说这过了也就过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呢 嗯 我说你把你自己的优点都糟蹋掉了 就这样子 哈哈哈 你这样讲他 他也就都都都接受 像我讲他这些 他从来不反驳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说 他如果觉得我冤枉他 他就会解释 我比如说他很爱吃香蕉 可是我说香蕉不能吃这么多 那个甲太高了 嗯嗯 有一次我跟他说 你怎么又把香蕉吃完了 我都很不高兴 说你把它藏起来了 我没有吃完 我藏完之后我也忘了 因为我说最多一天吃两根 那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你都有没有生过我的气啊 有啊 我说气什么呢 想不起来 哦突然想起来 你一天上监督我吃东西 我没有吃香蕉吃那么多 你也要说我吃香蕉吃那么多 你说他脑筋是不是有点太简单 我们这两个七十岁的人 甚至我们上辈子 我觉得上辈子可能是猴子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他很喜欢吃香蕉 真的 对对对 啊太有趣了 这样的斗嘴来斗嘴去 转眼之间也十七 十七年了 而且呢在书里面 艾伦姐说呢 打算下辈子还要跟他在一起 那不是说呢 变成 变成 他是女生 艾伦姐要当老公 哎呦 这一篇非常好 对对对 还特别写了一篇 就是啊 那个古诗里面的人物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剩下的呢 还有更多精彩的 大家就等着看书 看书里面呢 自己去体会 好今天非常谢谢艾伦姐 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谢谢 拜拜 我喜欢103 我喜欢Radio